8月6日歌手兼演员钟振涛来到上海为11月举行的演唱会做宣传 低格校园由于之前在内地工作的时间较多 生怕香港的年轻人对自己没什么印象 虽然偶尔会和温拿一起开演唱会 但这一次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个人秀 但是在香港呢就反而时间比较少一点 所以香港有些年轻人可能觉得我是新人 没见过比较少见 在香港有开过演唱会 但是都是跟温拿在一起的 那这一次就是自己个人 低格透露这次宏管秀将会以个人故事的形式演出 主要演绎大众比较熟悉的经典老歌 至于舞蹈和嘉宾方面的事 低格就指 跳舞呢就不是我的专场 不过通常呢一开演唱会就 看你有什么突破什么的 其实主要呢就是 跟唱一些大家都熟的歌 包括我自己的 我故事里面碰到的人啊 一些朋友的歌就这样子 那嘉宾方面呢 我看我的故事最重要的一部分一定有了 温拿一定要抓他们几个一起来 跟我jam一下了 另外强盗歌手卢凯彤 昨天坠楼身亡的噩耗 比哥就为之深深感到惋惜 我认识他当然认识他 这个真的是这个消息 是很坏的消息 但我跟他不熟 我只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音乐人 敢说敢言 就这么多了 希望他就是 rest in peace 非凡娱乐香港八大